中共十九大期間 砥砺奮進了五年成就展上 第十展區的全面從嚴制黨 高掛著正國籍的周永康 及包括薄熙來在內的 五名副國籍貪腐高官照片 成了當局反彈成就的展示品 而隨著習近平第二個五年任期展開 反腐力道又增了解 很多人都在猜 誰會成為習近平下一個戰略品 紐約時報在星期三報導了 曾經因為與前中國總理 溫家寶家族涉嫌非法戀財 有關的一名女商人 在幾個月前被中國當局拘捕 段偉紅是北京神秘女扶商 公開資料顯示 除了他創辦的太宏公司 還是20多家企業的法人代表 或重要股東 這些公司的股權結構 都相當複雜 這並非紐約時報首次 針對溫家寶家族貪腐的報導 早在2012年10月 中共十八大招牌前 就大篇幅 譬如溫氏家族擁有27億美元的資產 報導中就已經出現 段偉紅的名字 2012年段偉紅還接受過 紐約時報的採訪 承認與溫家寶的妻子和家屬 關係密切 用他們的名字 入冊了公司 把他們當成代持的持股人 紐約時報在2012年的報導中說 溫家寶在1999年擔任副總理期間 曾經協助中國保險業龍頭 平安保險度過財務危機 不久 溫的家人就透過段偉紅的太宏公司 漸漸持有平安保險的股票 而這還只是溫氏家族的醜聞之意 報導 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大通 曾經秘密地雇用 前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 以她作為中介 在中國市場牟利 這是繼去年 披露溫家寶家族擁有27億美元資產之後 紐約時報再度曝光溫家寶家族的內幕 實際上溫家在這方面 已經有很多類似的問題 包括溫家寶的母親當人頭 拿了大量的平安保險的股票 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 也介入過類似的問題 還加上溫家寶的夫人張培莉 那也是從一個地址部的小工會職員 然後通過溫家寶當部長的關係 這個一下子安排到地址博物館 從那兒開始起家 從事中國的寶石行業 而溫家寶是北京地址學院同窗 張培莉對寶石是愛不釋手 曾在台灣珠寶上 於北京的展覽上出手幾百萬 買了兩件翡翠 總理夫人出門的這種東西 都是非常高級的 他手上帶的最少都一個有 200萬人民幣以上的 不是100萬人台幣的 200萬人 200萬以上的 非常好的東西 張培莉向來低調 但2007年國際時尚品牌破天荒 在長城辦了一場秀 張培莉成了座上家庭 這才讓中天捕捉到獨家身影 也成了話題 溫家寶一件棉袄穿了10年 被大陸當成頭頭鞋 卻與他夫人的形象相當違和 隨著經濟的發展 又產生了 分配不公 誠信缺失 貪污腐敗的問題 劉威時報的爆料 讓溫家寶挽急不保 2003年的兩會後 雖躲退安子家 但家族貪腐疑 永遠一路絕拒 形象破滅 還被人冠上印第型號 今晚大陸官方 以杜芳這位前總理博士 所有報道 一年後 有時再報段偉紅被捕 雖然也指向可能與去年 因貪腐落馬的 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有關 但孫政才正是溫家寶 一手拉拔領生 還一度成為出軍接班人 咒使北京官方 從未證實這些傳聞 但媒體陸續揭露 這千絲萬語 錯綜複雜的關係 最終全都指向這位影帝